大家好,我是炳,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最近我也是在剪纸期嘛 我买菜的内容呢会和平时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自己是一个Costco的死忠粉嘛 今天的视频想要来和你们分享Costco 15样 帮我剪纸助力,让我无限回购的产品 我也会把每个产品的信息,卡路里还有价格打在公屏上 让大家有一个参考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第一个要强烈推荐的当然是这个琳卡的喷油啦 它也是在我视频里面出现过很多很多次了 每次炒菜煎蛋甚至做烘焙我都会用到它 倒油的话其实非常容易手滑倒的太多 但是这个它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你不能用它来高温的爆炒 它热太久之后就会变黑的 那我每一次就是稍微热一点就把蔬菜倒进去炒了 它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它后面写着是你四分之一秒等于零卡 如果你每次都喷个好几秒 卡路里虽然低,可是还是有的,并不是完全的零卡 第二个我要推荐的就是Costco的这个火鸡片 两片呢是60大卡,含有10克的蛋白质 Macro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已经是调好味了,就咸咸的还挺好吃的 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非常方便计算 每次我拿两片我就知道它是60卡 不需要再去做额外的撑凉 我就比较喜欢拿它来做三明治 或者把它撕成小碎片放在沙拉里面 或者和鸡蛋一起炒都非常的好吃 接下来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个酸面包 这种面包其实很多超市都会有卖 不过Costco的价格是最最最实惠的 每45克是110大卡 里面有3克蛋白质,23克碳水 我吃过各种各样的面包 这个几乎是唯一没有加任何糖分的面包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我在减脂漆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喜欢面包面条这种主食类食物 就特别容易撑凉 不像我们煮米饭 每次水加多了水加少了 其实你最后出来的那个误差还是挺大的 用面包机稍微的烤一下 表面呢就是又焦又脆 又有淡淡的麦香回味 特别的好吃 接下来呢就是推荐牛油果 其实也是每个超市都有卖啦 但是Casco的就是非常大颗,品质很好 价格也非常的公道实惠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在减脂期的时候都不会吃特别肥的肉 所以一天下来呢 脂肪含量很容易不达标 尤其是女孩子减脂的时候 千万不要害怕去摄入脂肪 缺少脂肪的话 很容易打破原来的激素平衡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代谢骤降 甚至姨妈出走 那我们的头发啊 指甲啊 皮肤啊 就很容易失去光泽 接下来呢 是这个烟熏的三文鱼片 这个也是我超级爱吃冰箱常备的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烟熏味 然后鱼肉非常的肥美鲜甜 三文鱼呢 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心血管心脏都超级好 反正就是好处多多 大概两片是122大卡 里面是有13克蛋白质 7克的优质脂肪 在减脂期的话 如果吃一整块三文鱼排 那个脂肪含量其实挺容易超标的 这种三文鱼片呢就很方便啦 我每次吃的时候就吃个两片 既保持了优质脂肪的摄入 那卡路里呢也不会太过于超标 卡斯科的烤鸡呢也是我超级无敌推荐的 它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只要4块9毛9就是这样子一整只烤鸡 我每次买回家呢就是直接把它去皮去骨 然后把所有的肉撕下来放在保鲜盒里面 每次吃的时候呢就取150克到200克 可以和蔬菜一起炒 也可以放在沙拉里面当蛋白质来源 它是那种预调味的自带一点点咸味 所以你也不用再额外的去调味啊什么的 非常非常方便 像这种生菜沙拉也是我无限回购的 蔬菜类的东西其实都挺减脂油耗的 像这种生菜沙拉呢就是更加的方便一点吧 我最经常呢就是用来放在三明治里面去增加三明治的体积 当一个食物体积大了之后 你大脑觉得你得到的饱腹感其实是会被增强的 接下来推荐呢就是popcorners 它也是在我视频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啦 Costco是一整三一起卖的 三种味道都会有 像这个牌子的薯片 它主打的就是配料简单无油炸 这样子一小包呢就是100大卡出头 减脂漆总会有嘴馋 然后胃胃饿的时候嘛 我就会拆这样子一小包来吃 稍微解个馋 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是好吃的 但是它不会好吃到 让你觉得说停不下来那种感觉 接下来呢就是零卡可乐啦 这个不算是减脂漆必备吧 就是我们家常年必备 我是一个不会选择去把卡路里浪费在液体上的人 减脂漆有时候可能就是馋了 嘴巴里面就想要有些味道嘛 零卡可乐呢就非常好的帮助你带来一次味觉的冲击 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泡菜啦 每28克的泡菜是10大卡 所以它的卡路里也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喜欢拿它来做小菜 让餐桌看起来更加的丰盛 那也会trick你自己的脑子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还有呢会拿来做比如说泡菜炒饭炒面 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就比较重 所以当你炒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需要再额外调味了 那个味道就已经非常好了 希腊酸奶大家也是经常看到啦 它的营养表真的是太完美了 每170克是90大卡 里面是18克的蛋白质 5克的碳水 它单独吃起来口感是非常色的 那我是比较喜欢加一些水果 还有林凯的糖浆 中和一下它本来的口感 接下来呢就是推荐这个带糖 我是一个蛮喜欢做简单烘培的人 也很喜欢吃一些糕点类的食物 外面卖的比如说面包 点心 虽然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甜 但其实里面都加了非常非常多的糖 我有时候就会在家里自己做解解馋 完全用带糖的话 它的口感是有一点点小小打折的 但是我觉得牺牲掉20%的口感 去换取一个更低卡路里 更健康的食物 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接下来呢就是冷冻的草莓 草莓和蓝莓都是我经常买的 它们在水果里面也算是比较低卡的食物了 直接生吃的话 就是对牙口会比较有要求 但是也很好吃 我也会拿来比如微波炉一分钟左右 那它就是一个非常低糖天然的果酱了 可以就着刚刚的希腊酸奶一起吃 用来打smoothie也是非常非常棒 这个呢是everything bagel的调料 这个调料在欧美健身圈应该是非常非常火 每个博主人手一平的那种 它真的是很神奇 我吃任何东西 从面包三明治炒菜米饭 就真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加它 增加一点蒜香的咸味 撒了它之后呢食物的漂亮程度也会增加20% 让自己吃饭的心情也会变好 最后一个要推荐的就是这种小馄饨 每4个小馄饨是50大卡 3克的蛋白质 8克的碳水 1克的脂肪 取出来之后铺平在盘子上面 上面放一层打湿的厨房纸 微波炉两分钟就能吃了 虽然是素食 但是微波炉出来之后的口感有一点点像尖角 它也很适合做中饭或者午饭的小菜 增加整顿饭的丰富程度 卡路里也很好算嘛 4个50大卡 你也不需要任何的称量计算 它的卡路里在同类别的饺子类 包子类食物中是非常非常减脂友好的 以上就是我在Costco会无限回购的食物啦 他们为我的减脂期真的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很多的层次 希望今天的分享也能为你的买菜带来一些灵感吧 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也不要忘记为我一键三连哦 那我们下回再见吧 拜拜